强制性颈椎病需要注意些什么 强制性颈椎病需要注意些什么 哪些动作能做哪些动作不能做 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来继续给大家做健身问答的这样的视频 那今天这个问题呢是来自于我们FitTime线上训练营的 基础营小苹果营的小小金同学 他可能是自己或者是家人有这样子强制性颈椎病 问一下需要注意哪一些 一般来说呢关于疾病的问题呢 我们不做非常直接性的回答 所以我的建议呢也只是提供参考建议 我有学医的背景15年前我是外科医生 但是我已经不做学医好多好多年了 所以我的这些建议呢只是仅供参考 具体的怎么做呢还是请咨询医生 OK 那今天我就先讲一下强制性颈椎病 强制性颈椎病呢其实不光影响到颈椎 肯定很多时候是强制性脊柱病 对吧一般是从底卡关节开始 可能影响到腰椎胸椎 有一部分人会影响到颈椎 但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里一段小视频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我们边看边讲 强制性颈椎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炎症疾病 会累积到整个脊椎 那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颈椎的结构 那这个是颈椎骨 那颈椎骨之间呢会有椎间盘 那因为颈椎稳固性不好 然后有炎症 那具体病因呢其实不是很清楚 那它的稳固性受到影响之后呢 脊柱之间 骨之间就会纤维化 骨化来稳定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是椎间盘 这个是颈椎骨 当它的稳固性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颈椎骨的边缘呢就会长出骨刺啊纤维这样的组织 来保持稳固性 但是这个同时呢就会导致炎症和疼痛 OK 那刚才呢给大家看了这个颈椎病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大致的情况 那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强制性颈椎病到底 首先该不该运动 然后该做哪些运动 OK 那大家看到强制性颈椎病其实是骨关节之间固化 让你的颈椎腰椎整个脊柱的稳 那个灵活性受到限制 所以大致的原则强制性颈椎病 包括强制性脊柱病 不是不能运动 反而是应该通过去运动 这样通过运动呢来保持你的脊柱的灵活性 保持你的身体弯曲 缓解你的疼痛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哪一些静止做的动作 没有什么特别的静止做的动作 只要是你能够把动作做标准 没有不加剧你的疼痛的这些动作呢 都可以做 当然有这种病变的这些病人呢 一定要注意强度不要太大 慢慢慢慢的开始 OK 特别是比较好的像一些瑜伽动作啊 强度不是很大 你可以慢慢练习 从静态的到动态的都OK 那你特别的问题是瑜伽头道力 可以练习吗 那头道力呢 做过的朋友呢 可能知道有很多种 有单纯的 有头肘道力 还有的手头道力 还有靠墙的头道力 这等等 这些都不一样 但是头道力的时候呢 会对脊柱有一些压力 那不是说不可以做 你做的时候呢 尽量的需要 循序渐进 OK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 如果你做了没问题 那也是OK的 但是要学会去听你的身体 如果说头道力的时候 有比较尖锐的疼痛 那么你就应该立即停止 而不应该去强求 我建议呢 是从一些基本的瑜伽动作开始 这样呢 能够增强你的脊柱的灵活性 活动性 慢慢慢慢 如果OK了 可以去尝试 瑜伽头道力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 如果说你想练习头道力 瑜伽头道力 但是没有人教你的话 那我们其实FitTime 极客运动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 倒力的这样一个课程 在这里呢 我再展示给大家一下 那在我们APP里 怎样才能找到 这个头道力的课程呢 进入到我的训练里边 然后找到训练 点击到下面有多个入口 你可以在瑜伽专题里面找 这样一个 应该是叫能量逆转 我们没有把它叫做 头道力 是能量逆转 这样这个课程 或者你把它翻到最下面 我们的瑜伽老师 杨老师 他的课程 你可以找到能量逆准 这样一个课程 总共呢 会有五天的时间 会循序渐进的 让你热身 做开肩 做一些准备动作 直到你能够做一个 靠墙的头道力 OK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回答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学员 提的这些问题 我相信这些问题呢 可能对其他的一些朋友呢 也有帮助 如果说你还有 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 或者是在我们这条微博 或者资讯的下面 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看什么样的视频 我是Mike 我会尽量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以视频的这种方式 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